一天一晤 你不是应该要成为什么模样 而是你喜欢跟想要成为什么模样 老是看着别人 不方多看看自己 如果能够把羡慕别人 跟别人比较的时间 用来改善自己 思考自己的需求 你的生活会因此变得不一样 有时 看见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 难免会在意 可是就算你再怎么在意 也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是意识也不能改变 无法拥有的 不如就选择看淡 不是说要清心寡欲 偶尔还是要有些欲望了 因为那些想法欲望 会转化成我们进一步改变的动力 但是我们不该让自己 持续纠结在这种愤恨的心态当中 因为这样只会让你的生活 现在不快乐的气氛当中 记得要让那些欲望 成为自己想成长的动力 不要让那些期望变成 只知道抱怨的阻力 所谓的安逸 是抱着知足常乐的心境 不要再积极营营过日子 我们愿意包容 不喜欢不认同的事物 然后懂得排解心理的烦躁 不用羡慕那些 看起来有淫于的人 我们要懂得 每个人都有他辛苦的部分 不要羡慕别人 不要看低自己 这样的你就已经向安逸的生活 再靠近一些了 一天一物 除了各大Podcast平台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Audio 或UFM1003.SG 收听更多 一天一物